叫做什麼?這個印章產生器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用這個印章產生器 你看正知道了 也很多嘛 你就可以找一個 找到了之後呢 我現在用的是第一個 什麼改圖寶 那個都沒有關係 點進去之後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鑽科的這些印章上的字 請問有沒有繁體跟簡體之別? 沒有嗎? 國共分離以前 都是只有繁體字 所以印章那些都是標準的 那你看產生一下 有沒有這樣南投創客就有了 對不對?當然字體可以選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呢這個下載下來 它是一個什麼?圖片 點證圖 那我們在那個TinkerCAD裡面 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轉成什麼? 轉成 你用向量檔較進去就好了 就是我們講的SVG SVG 所以 我把它轉換一下 我把點證圖轉成3D的 那要怎麼轉? 在這邊 你看一下我在這裡 我這邊有放一個 剛剛我們講說第七個第八個 對不對? 第八個這個就是用來轉什麼? 是把它轉換成SVG的 向量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服務來幫助我 把剛剛下載的這個PNG 好 我用新的分頁打開 我就把它傳上來 點開 然後去找到我剛剛那個圖 我看一下能不能這樣丟 不行 哈哈哈哈 它不讓我丟 那我就直接找了 我看一下放在哪裡 有我看到了 好 點到這裡 找到這邊新資料夾 往下往下 看到了 對不對 打開 這時候它就幫我轉成向量的 好 就幫我轉成向量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了 欸我就是要 它變成 因為我們要雕刻而已嘛 所以我只要像這樣子 好我就下載這個SVG 這樣我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了 這一個 好 那 好了之後我就可以回到 我剛剛的TinkerCAD裡面來囉 在這邊 這樣這個 我就先拿掉 先拿掉 好 那我怎麼樣把 外部的模型把它載入進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匯入 我們TinkerCAD也有匯入嘛 對不對 HTL啊 大家還記得對不對 其實這些雲段附他們都還算不錯啦 都有提供匯入匯出的功能 所以我點到它 你看 它沒有說你的2D跟3D都可以放進來 所以其實TinkerCAD也可以把3D模型叫進來 你再改 只不過它改的方法 它也是沒有太多修改工具啦 畢竟它是雲段的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我就找到剛剛那一張 是不是SPG 偷懶法又來了 丟過來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反正丟過來 確定 匯入 我們就看一下 剛剛TinkerCAD一樣 是變成這樣 是變成這樣 那 你進來之後呢 你 這個 比較大 你應該知道 需要縮小一點 不是這個 上面這個 我看一下 欸 對對對 上面這個 等比例縮方你就按住shift 好 那我就把它移動一下 移動移動 欸 這樣就有一個印章的那個 下面的 另外一個 你就知道啦 往上走 你要六角形的也可以嘛 對不對 剛硬張的啊 看你要什麼形的 只要你能夠對得起來就好 所以我用這個好了 用方塊 我把它丟進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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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了 對不對 當然你不一定要做得這麼自私 而且 弄太高 你應該知道要印很久 為了這個印章 好 你拿去用作 也是要一兩天嘛 哈哈哈 但是你能自己做 哈哈哈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了 對不對 我們這樣用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很特殊 嘿 所以 你要不要把它組合起來就看你 原則上 我們通常會把它組合起來 因為你組合起來之後 反正就留一個高度就好 欸 框起來 不是可以變群組嗎 對不對 變群組之後 是不是兩個就合在一起了 好 那 在這邊有一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 我把這個拉上來好了 因為你這樣看 它在下面怪怪的 正常是這樣沒錯 但是我把它稍微放下來 好 然後把它拉高一點 我把下面這個 換到上面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也是OK 對不對 好你看喔 有問到一個 是 有問到一個 這裡 有沒有可以翻轉 翻過來 有沒有變反面 這樣 這個 這樣有沒有反過來 好 差一點點 好 點到這裡 有沒有可以輸入 我們剛剛講 TinkerCAD是比較精準的啊 所以如果你到這邊 還 22.5 0 欸 0還 這要幾度 45 太超過 30 過去了 欸 哇 35 好 這樣子 再放下來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 角度看 有沒有顛倒 因為這樣印出來就是正的嘛 對嘛 那 現在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是什麼 剛剛我們講 我們要在這邊 是不是要做比較精準的 那 你要比較精準的 跟一個東西有關係 右下角這一個 這個 它有鎖點的隔線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鎖點隔線 因為我們預設 它是用1mm去移動 也就是說你看我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你用那個對型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有時候就是差一點點 我用微調的 你看喔 它也可以用鍵盤上的方向鍵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 我用鍵盤上的上下左右 有沒有可以移動 可是因為我現在的鎖點 預設是1mm 所以我只要移動一格 有沒有這動蠻多的 有沒有動蠻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較精細的 我把這個鎖點 降到0.1 你看我再移動一次 你有沒有覺得我慢慢移動 有沒有發現那個差別了 那TinkerCade就是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用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給各位看這個東西 給你看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只有差一點點 我差一點點要微調的時候 我就是要會剛剛那個動作 鎖點這個 你如果不會這個 你只要按一下 啪一下就動很多 不好意思喔 那個1mm 雖然在這邊 看起來好像很少 但是你要知道3D列印 現在是不精準列印 有時候差1mm 在這邊會差很多 你就要再重印一次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是它最大不同的地方 跟我們剛剛那個3D設計 3D設計 最小就是要1 2分之1而已 再下去它說要付錢 所以我想你也不願意付錢 所以你用這個就會比較方便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做個參考 那當然會出的部分 應該就沒有太多問題 它就可以變成我們標準的STL或OBJ 各位也不要忘記的 人家連雷切都幫你準備好 雷切也是用向量的 有沒有SVG 有沒有玩過這邊的雷切的 還沒齁 雷切也是用這種 或者點陣阻彈也可以 不過原則上 雷切主要都是用SVG 因為它是向量的去做切割 所以 如果說你只要某一個形狀 像這樣形狀做好的 它一樣可以變成平面的 就變成平面的 所以這是TinkerCAD的一個 我覺得可能平常大家很少用到這個功能 對不對 也許你曾經用過它 但是你大概都沒有想過要用這裡 我也是因為我要做這個 我才發現它有這個 不然我已經本來想放棄了 我用3DMASK 因為我平常自己在用的是3DMASK 我就想說不然我就只好用那個 可是後來發現 原來它這條也很好用 那至於說這個印章 其實那個就還好 就是說你要知道SVG 其實是滿好的一個什麼 向量格式 我們要共通就很方便 OK 那可能我們今天大致上 就先上到這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嗎 好 那個OneNote的群組 你可以繼續進去 我今天有一個回家作業嘛 對不對 怎麼你們都沒有回家作業 只有我有回家作業 好 如果我確定調好了 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就公佈在那個OneNote群組裡面 你進去就會看到 好不好 如果你是用標準信箱註冊的 我會用發信的方式 你會收到E-mail通知 說OneNote裡面有新的訊息 那如果你是剛剛用訪客的 可能就不會收到通知 OK 好 謝謝大家